国语有声善书 白阳修道子的心声 主注先佛为诸佛菩萨 求道修道的宝贵 第十五回母娘的呼唤 老师的再次叮咛 晚上八时今天晚上是中立区蒙德谈本坛的谈主会议 地点是在蒙德正式佛堂的隔壁周式佛堂 原本小正兄也打算参与会议 可是在晚现相识 活佛老师慈悲交代在八点的时候 小正兄必须回到家里 服装整齐地点上三盏佛灯 恭迎母娘圣灵驾铃 时间过得很快 一下子八点就到了 小正兄依照活佛老师慈悲指示 安排就绪好一切 紧接着小正兄抬头望向空中 只见着诸天仙佛 万仙菩萨拥护上帝老母娘的圣灵 霞光万丈地来到了 正式佛堂与周式佛堂的上空 此时的小正兄赶紧向老母娘及诸天仙佛 万仙菩萨参驾 在小正兄参完驾后 老母慈悲 众仙佛们可否有话要说 仙佛们回答说 没有 谢谢老母慈悲 接着母娘慈悲说 今天母娘从礼天来到这里 有一些心里的话要跟我的皇胎儿说一说 母娘希望皇儿们要仔细听好了 这本天书是众原佛子的心声 跪在南天门外及各个佛堂外面的他们 今天为什么回不来了 身在凡间的你们 可有仔细地想过其中的原因吗 你们有真的看透了吗 想清楚了吗 看完仙佛慈悲的教会 皇儿们 三思啊 人生无常 还放不下什么呢 还不赶快回来 你们究竟还有什么舍不得的呢 人世间的皇儿们 赶快帮迷们济公老师 找回所有的兄弟姐妹 快回来老母的怀抱好不好啊 皇儿们啊 你们知不知道母娘的心很痛 很难过 希望你们赶快回来 你们的老师济公活佛下来 人世间度化你们 让你们了解你们都是原佛子 都是从礼天那里来到红尘的 如今已知道自己是原佛子的你们 心坚定了吗 对于回家的路是不是都已经了解了 你们体悟到多少呢 众仙佛们也都在等着你们回来 希望你们能够好好的努力 把这仪式修好 赶快回来 你们现在 在人世间的家 并不是你们永远不变的家 礼天才是你们永远的家 人间的家 只是暂时让皇儿们住而已 一旦使命完成了 你们都要回家回到礼天 皇儿们一个个都在辛苦的开荒半岛 度化有缘的兄弟姐妹们 凭良心讲老母和众仙佛们 都看得一清二楚 虽然有些皇儿 不相信因果 不相信有天地鬼神 自我的观念太重了 母娘也知道 要成全他们是非常的不容易的 可是母娘还是希望你们不要放弃 要继续去成全 因为他们都是你们的兄弟姐妹 都是佛子啊 母娘希望所有孩儿们 能默着良心问问自己 这一世以来做了多少 又付出了多少 想想自己在人世间 已经浪费了多少的光阴 如今天运转白阳 时间已到末后了 处处皆是灾节频繁 收杀得特别快 母娘痛心不忍啊 眼看着皇儿们一个一个承受着痛苦 哀嚎 可是母娘却无能为力 因为这都是你们先前造下的因果 罪过错你们就要自己去了结 懂吗 然而母娘和仙佛菩萨们为了让皇儿们都能顺利的回来 仙佛们一个个都非常的忙碌 为了让皇儿们能够早日顺利的回来 所以今日才会有众仙佛们集体的叩求老母慈悲示现天书 因为众仙佛们也希望借由帮忙阐述天书示现人间 可以让修道人赶快明白真理是什么 道是什么 末后的灾节频繁 要赶快修道 赶快办到 让人明白到的尊贵 三宝的重要性 你们回不来 让母娘要怎么办 那么多的皇胎佛子 跪在南天门外及各个佛堂外面 老母都看得一清二楚 可是这天律跟你们人间的法律是一样的 只是他们的怨 他们的恨 又有谁能够了解 你们今天能够明白仙佛们是如何苦口婆心地成全他们 要放下 不要怨恨啊 要不然你们认为光凭你们凡间的人撑得了外面那股怨恨的力量吗 你们承受得住吗 你们到现在之所以能够这么的平安修半道 只受些小魔小难 都是因为有众仙佛的慈悲 在佛堂的外围挡住了那股怨气啊 所以耳后半道的时候 当你们的老师借着点传师的手 打开了你们其他的兄弟姐妹们 也就是指心求道人 回家的路时 你们就要让他们尽可能地明白 让他们知道今天为什么要回家 如果不能够让求道人明白 那这个责任谁要负呢 希望你们好好的体悟 当你们看完这本书后 能够确实地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 努力地去做 好好的修行 好好的成全你们的兄弟姐妹 人生很短啊 还在执着放不下什么 在人世间轮回了这么久 还舍不得吗 黄天很痛心啊 此时的小正兄看见老母娘双手摊开说 母娘等着你们回来 为什么你们都不回来 为什么呢 快点回来吧 众仙佛们都拿你们没办法 因为你们一个个都是一副事不关己 蛮不在乎的 所以你们才会说 再等一段时间再修道 再走佛堂没关系 真的都没有关系吗 别忘了你们当初求道 时答应的事情 自己立的愿一定要去做啊 你们老师也跟你们说过 愿不能了难把相还 不是吗 你们还记得吗 还是老早就已经忘得一干二净了 希望皇儿们多努力一点吧 你们的冤欠都在你们的身边看着你们 这本来就是你们该要做到的事 否则母娘末后的重整天盘 要大清算的时候 你们就不见得过得了关哦 趁着有肉体时 要修的赶快修 要度化的赶快度化 遇到困难障碍 不要灰心 只要你们多多努力 最后自然就会圆满如意 还有啊 你们有没有在成全你们人世间的母亲与父亲呢 别忘了要成全他们 今天如果没有他们 你们也没有这个肉体 没有这个姻缘能够求道 所以一定要成全自己的父母求道 修道 才是尽孝道啊 这辈子跟自己的父母结的因缘 每个人都不一样 有善缘也有恶缘 但是母娘希望你们知道你们都是原佛子 原来的灵性都是一样的 在里天你们都是兄弟姊妹 如今虽然是一个个沦落凡尘 虽然是角色扮演不同 他们变成了你们的父亲母亲 儿女朋友亲人 不管角色是什么 母娘希望你们能够继续成全他们 不要放弃他们 今天母娘跟你们讲这些 皇儿们 希望你们不要再迷失在人世间了 好不好啊 快回来 快回来吧 这时的小正兄看着母娘伤心落泪地呼唤着 皇儿们赶快回来 在场的众仙佛们一个个动容跟着落泪 他们集体叩求老母慈悲 不要伤心难过 紧接着母娘慈悲地继续说道 众仙佛们可否要补充说明的 仙佛们回答母娘说 没有 谢谢母娘慈悲 就在这个时候 活佛老师往前走了出来 向老母行了礼 接着慈悲说 天人共办很殊胜 人间净土人间做 末后灾结平地起 人生往往在纠结 徒儿们的心慌慌 老母慈悲降天书 明白真理好好修 好好探索明真理 人生在道心不一 往往人生看不透 灾结频繁明白吗 人生往往到如今 还在执迷放不下 多多尽点心力吧 度人成全要用心 三宝重要要记得 回天可要靠三宝 南天门外跪两旁 不要枉费修行路 知不知啊 忘了三宝回不去 怪天怪的怪尾师 人生往往怪自己 修道路途难成全 斑斑法会偏偏讯 体悟体悟再体悟 多多用点心吧 回师就说到这了 小正兄叩谢老母慈悲 叩谢诸天仙佛慈悲 叩谢活佛老师慈悲 回向文 愿以此天书发行之功德 一 回向给南天门外 及所有佛堂外的游魂 都能借由各种姻缘 回到无极礼天 二 愿所有游魂皆能协助 并推广此天书至全世界 三 回向给自我累劫累世之冤亲债主 离苦得热 四 由衷地祝福各位前贤 从此匹及泰来 身体健康 福慧双修 都能成为道化家庭 выпив地址 福慈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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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比达尔方 比达尔方 南无比达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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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善信大德您好 由于天使紧急 应赶紧行善度众 以气天心 目前 南天直辖五庙明正堂 正在募款新建灵霄宝殿 期望众人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相关资讯可致南天直辖五庙明正堂 网站详阅 喜欢影片记得按赞或分享 可以让更多人知道上天的用心 记得订阅以及开启小铃铛 未来会随时公布新的影片哟